可以看到 我们的选手是 有一个服务生 端着两龙小小小小小小龙包 从选手的身后走过 我们的菲利克斯是 略有留恋的看了一下 给你十里拿到了八九同色 在UT级位置跟注 菲利克斯在刚看完小龙包之后 马上拿到了一手口袋对钩 也选择跟注 这里是两位玩家拿到了 AK 那应该这是 这里人们可能会缝掉吗 因为这里如果 Fish2013是直接 ALL IN出来 对 这里 ALL IN出来的话 很可能会被Flick接 那这样子的话 反而处于这个位置 哦 三家 那三家都一起进去了 这个底池 三位玩家都拥有非常 哦 最后来了一张S 那这边Flick 我们看见他被淘汰了 出去这个比赛 可以看到这些国外的牌手 都会使用筷子来吃点心 哇 你会比较便宜 如果我只开了 我只会召唤 我只会召唤 他会召唤 他在外面的位置 他会召唤 他会召唤 然后我会召唤 然后我会召唤 这里Bonnomo是下注二十二万五千,得到了支付 这里我们看见Bonnomo他是flop就马上中了顺子 但是Jason Cruz他是转牌,拿到了三条 这边是很浪费的,超浪费的 Ace Ten of Hearts 那Justin Bonnomo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有168个前驻 又达到了山马 那也是我们今天获得二十五万港币买入的冠军 他打完那个比赛马上直接买入了这个五十万短牌的比赛 就目前来看还是so far so good 他依然在这场赛事里面表现良好 超马量还是非常的健康 在轮到只有他和张树弩两位玩家的时候 他会选择拿A9O 直接all in 打得非常的凶悍 那他在这里打对方的气排率 可以看到他对于 基于树里的一些决策 毫不犹豫地执行 好像每人都有交了一笼小笼包 可能是看着一个玩家觉得还挺好吃的 那大家都叫 大家都看了都嘴馋了 那现在我们屏幕显示 玩家出局的也都挺快的 现在是还剩十九位玩家 那昨天我们进入第二轮的时候是十五位玩家 那这里我们看见Hijack Bottomall K9跟住 然后张树弩Cutoff K-Go跟住进来 然后微量他有果牌 你不准备 为什么你做的 那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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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 像糖或一样 或是黄色的 像糖或一样 就好像黄色的 并化 在那里上 可以看到两位玩家在前置位 选择check之后,他拿圈嗨在这里做了一个下注,然后直接就拿下了底池 并不是C-Bed,刚刚是口误 这张桌子目前是四位玩家 我猜我只是完蛋了 你选择我了 Juanda这里黑圈杂色跟住进场 遭遇到了对手的高低两队 他应该会在单挑底池进行一个下注 用他的顶对大踢脚 选择了跟住 嘴里应该刚刚咽下去小笼包 中式的餐点也不知道他叫了什么 登卡的是一张六 对于两位玩家来说应该都知道这是一张blank 好 又被跟住 哦 这里这个合牌 对 对Juanda有点不幸 因为他这边中了三条 然后呢我们看见Romaine在这里是拿到了葫芦 Juanda这里位置有劣势 他没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做一个bat fold或者是check call 那照这样看来他应该是要做check call了 其实在我这里的话我可能也更倾向于做一个19万左右的bat fold 因为面对后置位明显是一个偏紧的玩家 因为面对后置位明显是一个偏紧的玩家 对手只是bat了9万那这里是一个轻易的跟住 那还好还好 那对手这个尺寸的下注 可以说是损失不大 损失不大 对 因为他手上有个圈 在他手上有个圈的情况下 应该不会拆到对方手上也是有一个圈 对 面对这样子的紧手玩家 合牌这样子的下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轻易的口 他没有让 我只能说后卫玩家并没有让Juanda感觉到难过这个驻马 所以这里还是一定的miss value了 因为毕竟Juanda在前置位是零打了两条肩 在后置位出了圈的情况下 应该他也能想到有可能加强了对手的牌力 对 他这边call的很快合牌 对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应该可以支付更多 我的想法是我在Juanda那个位置 我会自己down bet 19万 因为这样子情况下 如果对手能在我的19万的下注 之后仍然race出来 我可以 气牌的 对 我可以更心安理得的气牌 但如果像我这样子check过去 对手万一打我一个all in 或者是打一个超过30万的一个超时下注 我不知道我的三条圈带KT角是否是大的 因为这里是给了对手很大的操作空间 但是如果你是在River进行一个三条街的主动下注的话 你的范围是极强的 对手如果要拿纯空气来操作你的话 我觉得概率不大 而且冒的风险有点太高 不过好在对手只是在后卫下了一个非常小的9万的注码 他这样损失筹码就是少了一点 对对对对 非常的少 对 那这边我们看见张苏奴在枪口位拿到AK童话的牌 加注到8万 然后呢 Hexton 他在Hijack的位拿到A圈 那张苏奴在这边 他筹码量不是很多 那我们看Hexton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呢 因为张苏奴在这边 他的在枪口位可以加注 应该是会很强的牌 那我们看见这里Hexton 他做了选择是 再次加注到27万5千 马上张苏奴 All-in Ko 那选择了跟注 那这边Hexton 他因为做了一个3-bet 他不可能弃牌给张苏奴了 他已经套持了 张苏奴的打法跟其他在桌上的短牌玩家有点不太一样 对 我们看见这些短牌玩家 这边他们要不all-in 要不然就做一个call 对 在UT级他并没有选择 在UT级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埋伏 那这边我们看见张苏奴 然后发出来很强的牌 是 打到花 花 对 那发出来了花给他 那他顺利的几分牌翻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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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万五千 那现在藏顺努士成功来到了95个ante 拥有一百一十三万八千的筹码 在这张桌子上的chip leader 依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玩家 Chan Weilong拥有一百四十个ante Justin Bonomo仅仅以两个ante的劣势排在第二位 Justin Bonomo在这两场比赛的表现目前为止都非常亮眼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级别 盲注是一万两千两万四千 这也是今天的第一赛式的最后一个级别 level 11 在这个级别结束之后 明天北京时间的1点30分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day 2 目前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是一共吸引了69手买入 每手买入是50万港币 目前还剩下19名玩家 那我们这里看见Kun 他在hijack位 拿到了一对K 他好像是选择了race 那他选择加注到十二万四千 对于两位limp的玩家做了一个squeeze 那这里他要遭遇一个激烈的反抗了 那看见Kun在这边raise all in 这个马量并没有给他非常好的持住笔 他现在开始计算 pore里面的死钱是有多少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A7对于KK是拥有40%的迎面 持住笔而言是可以call 但是他需要担心的是 对手会不会是踢脚比他更大的A嗨 如果他遭遇的是对手埋伏的A圈AK 那么他这手牌是完全被主导的手牌 他成功的for掉了 也是打得非常的稳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这边我们看见哈利波特是在枪口位拿到K10 用24000的积分牌跟住进来 然后接下来是Jason Kuhn 他是拿K勾也有扣进来 然后我们看小杖在这里Cut-Off位 98扣了24000的积分牌 然后伟亮在专位过牌 然后发出来是K96三张红桃 四位玩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藏书奴持有一张红桃巴 同时他也击中了中队9 目前他反而拥有接近50%的赢率 是全场最高 领先于另外两家顶队 Chif过牌到他 他又选择Chif 那这张转牌出来一个圈 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让V量获得了两队 那我们看见Jason Kuhn在这里下注35000的积分牌 那我们看见Jason Kuhn在这里下注35000的积分牌 那这里V量是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跟注 打的全球中两队 是最适合最舒服跟注的范围 赢神在想他的K10 在这样子一个底池里面大吗 他选择再继续跟注一条街 那盒牌发出了一个8 我们看见这位V量是两队 是排力最强的玩家 那这样子情况的话 应该是CheckCheck 看第一位V量怎么行动 在三加底池 他可能会保守地选择Check 那他应该是Tupia support 大家都非常地谨慎 在今天的最后一个级别 谁都不想被淘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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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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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见底池现在已经是有十万八千 他果然是选择了Race 他不想太过轻易地去放弃这首KK 因为大概率可能前之位没有能 扣动他All-in的排力 但是反而他这样子的一个Race 其实也有一些赛上的马脚 因为他自己打了十二万进去 就等于把自己成功打套持 如果葬树奴在这里选择 扣平这个十二万 那么是很难去游戏一个翻后 因为对手的粘迟度太高 果然没有上当 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排手 他没有陷入这种小陷阱 那我们现在换桌到红桌 这边看见Paul Fua 然后John Juanda也在这桌 还有Yakine 那Romaine也在 还有Fish Makita Betisakowski Brain Kenny 对 我们的破坏也是上一场 二十五万港币买入锦标赛的Bubble Boy 然后这边我们看见 Yakine Yong All-in 二十八万七千的积分牌 现在Fold到 Betisakowski 他这边拿到K圈 这里是二十个anti 是可以call的 K圈这首牌是支持 支持跟他做一个这样的波动 他现在需要担心的是后支位的 Kenny 他选择call 那Kenny这里应该是轻易地放弃了 因为他的八十 OPS 翻牌发现又是一首被主导的牌 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Flob 这个Flob对于Talas 噢 没有发出来 不信我们看见 Yakine Yong 在这边淘汰出局 现在现场还剩十八位玩家 十七六な三十七十六 五个 太嚣 稍后 två 我们现在回到蓝桌 这边我们看见有四位玩家进入这个底池 而我们的装卫玩家在最好的位置拿到了最强的牌 已经flop天顺 那阿童这里说的天顺是因为我们这是短牌 那所以这个A是可以当成五用的 那这边张苏奴他是做了一个12万5000积分牌的下注 因为他这里是有了顶对 那库他就直接拳牙选择all in 这里的话还是比较艰难的 因为他这里可能会考虑到自己还是赢一些石钩 啊他call了他call了 对他问straight 你是已经沉顺了吗 可以看出来可能我们的葬树奴对短牌还玩得不够多 刚刚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flop是有天顺面的 这真的是一张最好的牌 那这里可以我们看见发出非常多的outs 不幸我们这盒牌是没有改变任何情况 现在这边呢我们看见是Jason Kuhn做了一个成功的double 然后我们看见张苏奴现在筹码量剩20万 20万7000是非常的危险 还剩17个前驻 他说这短牌 从来不会就是很安全对吧 因为我们看见次次这转牌出来会给对方很多牌可以嚼 然后我们也看见多次就是有玩家是在翻牌领先 然后转牌被超越 然后呢在合牌再一次超越 再一次超越 所以说转牌是一个非常大的波动的游戏 对这心态 情绪方面要管理得非常好 对 那这资金管理也非常重要 也要经得起这样的波动 是的 还好这边赵苏奴他马上在枪口位拿到了一对A 那这样他有可能可以马上顺利的翻倍 气牌到Diller 但凡有一手OK的牌应该都会call 啊 持勾是一手完全可以call的牌了 那我们看见这边 Bonnomo跟Kun都是同样手牌 他选择做了一个race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race的尺度 啊他只是做了一个call 这手AA来得太晚了 其实也未必 我们来看一看石钩对上AA的表现 基本上是只剩下四张八的卡圣的奥子 那这对AA是成功的double 又得到了47万4千的积分牌 那一切又变得更有变数 对应该现在是有30个前柱了 对30个前柱已经是很多了 看来 对 算了 は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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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看見 那我們也昨天看見他在桌上打25萬滿路的比賽 那也是覺得我們他打得比偏頸的玩家 那他在這裡槍口味加一的情況下拿到AK 他也是偏標準的玩家 就看他要做多少是選擇直接ALL IN打光呢 還是再做一個3BET 就看看他要做多少 但不管他做什麼結果應該都是兩位玩家在翻前打光 那Action回到Jetton 那他卻沒有秒扣 他在考慮也看了一下後面的視頻 看一下就是這個比賽現在還有多少玩家勝 那這裡我們應該也知道是應該是8位玩家進前圈 但是現場比賽人數是16位 那有可能Jetton對他在這比賽裡的這一條命看得比較珍惜 他在考慮對手是否是口袋對子 他想不想跟對手做這樣一個波動 但是其實這裡對手可能還是有一定的A圈 他選擇call了 那經過超過一分鐘的考慮他call了 那這邊他也是應該挺開心的 看見對方也是拿AK 那這裡就是分排的機率很高 當然更開心的是看到對手修了一張A 然後再修一張圈 那這邊我們看是勾66的面 那這翻牌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那這裡我們兩位玩家分下積分牌 那我們現在剩下了幾分鐘 我們會抽一下還剩幾手牌 然後呢今天第一輪比賽就結束了 選擇抽牌3 那這選擇是四手牌或者三手牌 然後呢玩家抽中三手牌 那今晚還只有剩三手牌 然後明天北京時間1點半 我們會在這裡跟關注朋友們 再次見面 那這邊我們看見Hexton 拿到了全十雜色 那這邊我們看見Hexton 他有跟注進來 然後Kun A9也跟注了進來 這邊張蘇奴99 Cutoff位 那他也選擇跟注 那這邊呢我們看見 籌碼量在這桌上最多的玩家 最多的玩家 Wai Leon 他在裝位選擇了過牌 那我們現在是四位玩家 進入這個FLOP Kun A10這手牌 是非常適合 在有利位置的情況下 打一個番後 那我們看見 這邊 張蘇奴中了三條9 對 他這個籌碼量來說 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可以很輕易的 通過兩條街的下注 跟對手打光 而且 這個後手籌碼量 和這個持住比 他應該是不會 對手上的這首賽子就放棄了 不管這時候 這個牌面會 發展到什麼樣的 一個 近地 他也不會放棄了應該 下了一個小豬 這裡專門玩家是有一個兩頭角勝 分別是卡八和卡圈 他做了一個加注 是告訴其他的玩家 這手牌讓我來 這個短碼我來接手 那你們沒有牌的就可以撤退了 那這裡葬蘇奴應該是一個 第單秒O0 那這裡一定是秒CALL 好一張就到了 那麼還有所有的攻隊去招 沒有招 沒有招 沒有招到 不幸的我們看見 張蘇奴在這裡被淘汰出去 對 我們來自上海的張蘇奴玩家 中國選手 在最後一手酷了被淘汰 那其實即使他的籌碼 並沒有那麼少 這手牌可能也會損失慘重 我們還剩兩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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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今天晚上的最後兩手牌 那這邊我們看見 Way Leon 他有188個潛柱 也是我們桌上的 Chipleta 我只會損失去 我只會損失去 我都在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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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裡我們看見 Bonomo在Hijackway拿到一對圈 那他選擇了做埋伏 然後呢跟住了24,000 那這邊Way Leon 他在Cut-off位也跟住了24,000 那這邊Jetton 在莊家位 A-go 那這個位置呢 有很多玩家會選擇做一個squeeze 對 但是這邊Jetton 是打得比較謹慎的一個玩家 他選擇了過牌 對 他並沒有用A-go做squeeze 那我們看見這邊 發出來是A實時的翻牌 然後呢這邊我們看見Jetton 現在是領先 Bonomo手上的一對圈 Bonomo領先下注3萬 那這裡Jetton 他轉牌出來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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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Jetton這個玩家是真的是非常謹慎 我發現Jetton這個玩家是真的是非常謹慎 滴水不弱 是一個防守型的玩家 是一個防守型的玩家 在這裡他是必須要下注了 如果他的頂隊勾踢腳在這裡不進行下注的話 那麼 他的很多排型都會損失太多的支付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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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注了8萬5千的基本牌 他下注了8萬5千的基本牌 也打個Half Pop半次 那 那 Bonomo在這邊考慮是Jetton 他是不是FLOP有買花的可能性 然後呢 所以轉牌過 排了 然後呢 在合牌下了一個 投機 對 他這裡能 因為他手上是有兩張圈 所以他這裡可能會 覺得對手的範圍裡面有一定的K勾 有一定的 有很多順子 對 並且他手上是沒有任何一張草花的 當你的手上沒有block任何對手的買順買花的 封鎖 就是關鍵章的情況下 你的確是可以拿一手圈圈去進行這樣一個跟注 由於他自己的手上並沒有任何一張草花 所以他這裡能贏的組合是比較多 他選擇了跟注 然後看到了對手的A勾 雖然他這裡做了一個支付性的跟注 但並沒有說他這裡是打的錯 從這手牌就可以看到頂級牌手之間 他們跟注的一個考量 除了對於自己的手牌以及對手手牌範圍的一個解讀之外 還要看自己的手上有沒有block對手的炸護章 在這個牌面上大量的草花 大量的K勾 我會有探索的 手上有探索的 手探索的 然後他看回彈 他拿到拳勾 跟住 記錄底池 那這邊 在Hijackway 用勾石銅滑的牌 也跟住進來 這邊 我們看見Jetton Cut-off位A球 也摳進來了 那這邊Hexton 他是在裝位 拿到圈六 過拍 讓我們來一起看 今天晚上的最後一手拍的flop 那這裡發出來是AK goal 的排面 暫時我們現在看見Jetton是領先 頂隊A 對 基本都有擊中 並且沒有擊中的玩家 也是有位置和 概念牌 有位置又是和後門概念 卡石 邊石 三加Check之後 看一看他會如何行動 他選擇繼續Check Tun上果然掉了一張石 這張石對於他來說就非常的棒 那這裡我們看見Koon跟Hexton 兩位玩家都是擊中了順子 並且也有玩家擊中了兩隊 雖然是敵兩隊 但也有不小的延續性 三位玩家都選著Check 那麼這裡拿到順子的 AXENT是必然要下注了 10萬08千的底持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在這裡下注 5-6萬 43 大下注了4萬3千 比較小 也是希望留住對手範圍裡面的一些落牌 選擇跟注 這手跟注非常好地隱藏了自己 這手跟注非常好地隱藏了自己 帶圈的排力 畢竟在前置位置是用NAS做了一個Checkout 兩位玩家目前都是NAS 兩位玩家目前都是NAS 那顯然 這手牌是一定會打到ALL-LIN的 兩位玩家 然後就發現 雙方玩家互相發現 這是一個Checkout 對方的選擇 你會打到一場嗎 對 那就好 對 這次是最後一旦吧 對 我們完成了 这里Coin既然已经选择了隐藏自己的牌力 那么就会在合牌继续进行check 给对手没有圈的组合一些bluff的空间 非常自信的就是Coin 那好像短牌里面是没有那个 你在后卫拿到 就最后一个行动的时候 拿到Nuts必须加注的要求规则 没有应该没有 因为在长牌里面看到这样的情况下 Coin的这个位置是必须进行加注的 否则就去犯规 但是有些玩家 大家会有这种选择是因为他知道 如果加注的话 对对方是配不了 但是呢他们想看对方的底牌 啊对 那这样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信息 那这里我们看见 今天是应该还剩15位玩家 那这蓝桌的充满量 最多的是威量Chan 来自马来西亚 下面一位就是Jetton 然后呢红桌领先的是Romaine 然后第二名是Fish 2031 2013 比较的是Romaine 比较的是Kalski 我们可以看到在25万港币买入的比赛中 当了BubbleBoy的Paul Farsh 依然在红桌 作为第三名的筹码领先者 拥有74个Anti 这场比赛目前进行到盲注级别是1530000 然后场上还剩下最后15名玩家 除了两桌直播桌之外 还有下面一张常规桌 一共吸引了69手买入 每手买入是50万港币 这场比赛是在济州岛的神话世界度假村 蓝鼎娱乐场进行 欢迎大家收看2019年传奇扑克超高额系列赛 今天的转播就到此结束 我是阿彤 我是Celena 我们明天北京时间一点半再见 好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好 好 好 最多的球員終於到了 現在是時候給你們一個正式歡迎 來這裡在Jesu 我認為是正確的說 我們有一個最好的球員 在世界上 幾乎你覺得抱歉 為全球的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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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